鹿桥灰雕 鹿桥灰雕 它是起源于宋的 興盛於明清 由於居住在海邊的鹿桥人 祈福上廷的保佑 家家戶戶 都會在房子的屋脊上 用力灰組灰樹 灰樹的形態 也各不相同 有圓雕的 有浮雕的 有蘆雕的 所為雕塑的 品種也很多 寓意也各不相同 如果雕的是魚的話 那麼表示年年有魚 雕塑是雲的話 那麼是吉祥如魚 雕塑是火焰的 表示生於紅火 如果雕塑的是獸桃的話 表示長獸的意思 龍在我們的灰雕藝術中 也是被常見雕刻的對象 我們中華民族 一直稱自己是龍的傳人 在我們的文化中 龍是一種新雲與 利益萬物的神聖的圖騰 歷來受到老百姓的敬仰 我往的村 是龍家林 搞灰雕塑的 這四十多年 自己 我打給他了 情緒 我失誤了 紅心粉 剛才的女生 我是搞 跟著一起搞 修理零行 起我去 這文化革命的集點 因為電位的需要 一尊毛主一個像 在村上 你怎麼請 給我們自己 妙妙子高 做的像樣不做 像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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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有了我村民司機搞 去年為女生 做好事 修理雕塑的更多好便 因為我做了 各種搞 回調的工作方面去 現在我妙都妙 兩者無邊際妙都妙好 我一人都要 支援 我一人都要 一人都要 去做 打造 我們要信 他 去 他的 去 寶貝 這是雕書 把挖滅處挖好地方 都多了一批 雕書 這九個地方 你用從減少瓦皮夾上去 夾上去 這用回鋼上去 用車部車部給它吊出來 毛皮裝好這麼 這洗著鋼管 這個鋼管都做出來 車部車部給它吊出來 這幾年一日 也是我師傅過的 去延藏 去延藏 因為 Since relationships 減少瓦皮 減少魚 有的幾年 沒有嘴唇就想要 在家裡 因为这种忘记 在所谓经历的戒指 用对决定去做 但无法无法解决 所以这种毁调工作量已经无法 这种毁调是修理 差不多要查掉 所以不感兴趣 不过娘们没有 所以这种毁调的 好奇之后 毁调不明 所以我这个方面 还挺新的 但是风光从我一个好想 想不和我亲我去 想不和我上高比起 我觉得它感到很高兴 很美丽 想不和我搞好 鹿桥回调本身作为我们本地文化特色的话 是一个非常优秀 优长历史的 另外一个 它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容易私传了 特别我们新一代的学生 孩子而言 他们已经不知道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请来了 王师傅 他作为传承人 这方面的造诣非常高 知道我们学生 去来学习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我们平时上课 其实学生老师都非常指 特别王师傅 非常早到了 我们学生都按时准点到的 那么其中有个学生 他平时对于美术方面很感兴趣 那么他现在学习灰雕之后 他就有意识地往美术方面发展 所以对于灰雕传承 我觉得这样一个方式还挺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